哈喽大家好,我是Cose 然后有没有感觉好久好久没有见了 说来我其实大概有一个月没有录视频了 然后反正感觉还挺想大家的 最近我上一次录视频是在北京 然后一个月前我出发之前录的 然后现在我已经在英国了 然后你们能从我穿的衣服看出来 我这边已经挺冷的了 然后我最近一直没有录视频的原因 是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忙 然后现在我在宿舍里面住 然后我有个室友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的时候录的话会挺尴尬的 然后最近一周他出去玩了 所以我这个房间就空了 然后就是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可以拿来录视频 所以今天呢我刚好有时间 我就想录一个get ready with me 就是我边化妆边聊天的一个视频 虽然我今天化的这个妆不是什么特别的 然后跟之前的可能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但是我主要就是想聊一聊我近期我在英国开始留学之后 我的一些感受啊 然后近期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的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接着看下去 然后突然刚刚吓到我是 不知道你们有听到一个警报声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录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这两天我还会再录一个 好久好久之前答应过大家出的一个 关于申请美国大学的一个视频 所以我会尽量把两个视频在同一周剪出来 也就是说当你们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可能过两天就会把那个 关于申请大学的视频也剪出来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方面也感兴趣的话 也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润肤这一步开始 因为我现在刚起床 就是我整个人 我算是很费劲 因为我坐在地上化妆 为啥呢 因为我的桌子 我的这个桌子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桌子的位置就很尴尬 因为如果我坐在这里面对那边的话 根本一点就是阳光都没有 一点光线都没有 所以我只能正对着前方的窗户来录视频 总是来说我对我这个宿舍 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觉得开始说的话 我就从最最最开始的开始 开始说起 就是我在出发前一周的时候 就是距离我上次 发完那个视频之后的那段时间 也就是我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的那段时间 如果大家看了我之前的视频 会知道当时我的心情 其实特别特别特别的大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反恐精英的这个东西 抹一下脸 虽然这个其实我觉得优不优得无所谓 因为我这边已经比较冷了 所以不太会出优 其实我这个人我个人感觉还是特别会控制情绪那种 就是自从我有记忆开始 我小学我有哭过两次 其中一次还是因为我一个发小 他不小心在学校里暴露我的小名 然后我觉得特别丢脸 然后从那以后从初中啊到高中 我是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哭的那种 然后呢就是走的那一天 我就记得从那天早上到我飞机上 一直我的眼睛就是肿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就上大学 出国上大学的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就是在最后就是你全家把你送到这个飞机场 然后在这个安间口 他们就不能再进去的时候 然后你跟他们打完招呼 你准备转身走了 那一刻就是哇 好悲伤啊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 就是之前在还在北京的时候 我一直说什么 哦我独立了呀什么的 那根本都不算什么 就是当时在离开家之前 你不管你再怎么独立 你出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回家 你有个家可以回 但是从我踏进那个安间口的那一瞬间 我就发现就是那一刻来讲才是真正的独立了 因为当你自己去一个其他国家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了 然后就不能说有一个backup呀 一个什么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就是你自从你进了那个安间口开始 你就是一个人了 然后你就不可以再回头了 然后最近我新买了一个Urban Decay的一个眼部打底 然后我今天要用一下 虽然我不会上很多的眼影 但是我买了 所以我就想用一下 我觉得还是 不过对于日常 一般会用眼影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应该还挺实用的 因为的确用完之后 你的眼影就会在上面待得更久 我一般习惯把底部也上一点 我之前从北京走了以后我没有直接来英国 我先去了一段时间的西班牙 然后从西班牙再来的英国 因为我出发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都不方便送我 所以我是一个人走的 然后如果我一个人的话很难就是把我的行李都搬到我的宿舍里 因为我带了三个行李 就是我在这带三个月 但是我带了三个巨大的行李 然后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基本上是顶着头超重 所以三个很大的行李 我基本上没法一个人搬进来 然后西班牙有亲戚 所以我到西班牙后的亲戚就陪我一块来了英国 然后帮我把我的东西都搬了进来 是桌霞NARS的 最近我用的比较多的 我觉得感觉用起来还不错 我准备在这边多回购几个 然后我来说一下我到英国我的第一印象吧 就是我在我从机场下飞机之后 我首先我就直接来了这个学校 我根本就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到城市里 我就直接来了这个学校 然后我的第一印象说实话 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我这个学校它不在伦敦的那个市中心 它是在伦敦边缘算是一个有点村的地方 然后我直接来这个地方 以后我想的就是 因为我之前我在申请的时候 我看过这学校的照片 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的大 然后所以我内心我想的就是 哇 虽然它在村里 但是它是个很大的学校 结果一来的时候我一看 嗯 你收到淘宝的东西之后 你就感觉买家秀和卖家秀的 截然不同的这个 效果 这个学校根本没有照片上的那么大 然后其实就是挺小的 真的挺小的 感觉占地面积跟我高中差不多 如果不算宿舍的话 所以我刚来的时候 我其实挺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我不是个喜欢小地方的人 我特别喜欢那种大一点的地方 好 粉底用的还是这个自身堂的之前我推荐过的这个牌子 今天我要去 叫什么 Shortage 伦敦的这个地方 有个叫Box Park 我今天要去那边玩 其实说实话我到伦敦 待了大概有 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快一个月了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去很多地方玩 然后我主要就是老是往那个Central 就是他的Soho那边跑 然后其他地方我还没有太多的去开发 所以如果有伦敦的小伙伴觉得哪里特别好玩啊 然后哪里就是我拍Vlog啊什么Vlog会比较漂亮啊 也可以在这里给我推荐 像是个小镇一样的地方 然后没有我想象的是在那个伦敦的市中心那样繁华 但是我现在在这里搭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其实觉得挺好的 因为如果它靠市中心 太靠市中心的话 我觉得很难控制住自己 就是每天不去逛街 然后因为它这块比较远 所以我平时就是我有个学习的环境 然后这块没有什么特别能strap我的东西 但是我周末想出去玩的话 我也可以去那边玩 就是我学校旁边 它从学校到镇里的一段路上有个小河 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走那个河边 然后就感觉非常的安逸吧 然后像是那种典型的欧洲小镇的感觉 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上这个眉毛的时候 因为我这块比较冷 所以它很容易干 然后我先拿刷子沾一点点的水 这样它就会润很多 然后画的时候就会简单一些 给你们看我的大脸 我首先我一般画的眉毛就是先把下边瞄去 再把上边瞄去 然后把中间填湿 然后我再用这个benefit的眉胶 把前面的眉毛刷一下 我平时懒的时候我就直接拿这个眉胶去刷眉毛 然后就出门了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脸上还没画其他妆 然后都画完以后再看一下这个眉毛是不是重了 然后今天我想要把我的雀斑再突出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想这么做 但是我就想画一个雀斑妆 然后又上了一层粉底了 所以它把我大部分的雀斑已经遮盖住了 我就拿这个眼线笔再点几个点 我就在我已经有的雀斑上面再点就好 因为我这边上的有点重 这个再去眉妆单去把它 现在就感觉好像是自然一点了 上个腮红 然后因为我没有带 我来英国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眼影盘 我只带了这个 这个modern renaissance的这个眼影盘 然后我发现它里头好多就是 那种暖粉色都没有 所以我最近如果我要用粉色的眼影的话 我直接拿腮红来当眼影 所以我顺便把眼影上的时候 再把我的腮红就给打了 然后在上腮红的同时 我来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宿舍吧 然后我这个宿舍我是跟两个人 就是我加上另外一个人 我们一共是两个人在一个宿舍里 我刚刚也说到了 我们空间特别的大 然后呢我这个室友人也挺好的 虽然我跟他并不在一块玩 就我们俩的朋友圈不一样 但是我发现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呢 室友不一定跟你要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只要两个人的生活互相不影响 然后在就是宿舍里边相处能比较愉快 就已经挺好的了 然后我这个室友他是个美国人 他也是USD过来的一个 参加这个留学项目的一个学生 所以呢我对我这个宿舍的整体环境啊 人啊什么都挺满意的 然后我这个楼里还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 所以平时出去吃饭什么也比较方便 我像是个大多了腮红的老阿姨 但是呢我在这个宿舍 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 哇真的好怀念之前就是一个人 住有自己空间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有自己的房间嘛 然后干什么事都是哇想干啥就干啥 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就有自己的空间 真的很不容易 不是说社交恐惧症 但有时候就会觉得社交真的挺累的 然后有时候就想自己一个人就是静静的 待一会儿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这种感觉就很难得 因为宿舍大部分都有人在 然后我现在有时候就是除了跟朋友在一块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觉得就自己出去逛街呀什么都挺好的 因为自己一个的时候你反而你不用去想就是要说什么呀什么的 就反而会更轻松一点 然后买东西也是自己一个人就不会就不用去想啊别人等不等你呀或者将就别人啊什么的这种事自己有时候干一些什么事不是说是一个怎么说不是一个loner吧就也不是说很悲伤但就真的挺开心的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来说一说我在这边的现在交朋友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也是我之前我知道我在上个视频说了很久的就是这个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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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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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发现呢就是特别是好多到一个新学校或者上大学的朋友们就是有时候不用去刻意的去认识什么人啊什么的 因为有时候你刻意去认识的人反而也不会保持联系 就是大学里会是那种哦你认识人很多但是大部分人都是那种点头之交 然后很少有这种不是很少就是比较难的是那种能保持一直能保持联系 然后并且之后也会一起玩的这种朋友 现在我觉得就是遇到任何人都不用去刻意的讨好 如果刚好说到一起那就可以一块玩 但是如果说不到一起就真的不要去强求 特别是大学人这么多你不可能让每个人的关系都搞好 所以你时间是有限的你要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值得去让你花时间的人的身上 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学其实跟你相处的时间最久的是你自己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去为难自己不要去为难自己让自己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 嗯就比如说我知道有时候就是当很多人都去干一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压力就社会压力就social pressure你会觉得哦你也应该去干这件事如果你不干这件事你就不合群 然后别人知道你不干就会觉得哇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怪然后跟大家不一样 但是我在这边我发现就是其实吧说白了就是其他人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关注你你干不干 不是说他们知不知道而是就算他们知道你没有去干其实也 no one cares 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安排所以不用刻意的去因为别人都干一样什么事而去干 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 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是完全不去社交 然后也尽量的去多参加一些活动 比如说之前我刚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朋友的时候 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叫boat party 就是在船上的一个派对然后当时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就我谁都不认识然后我就自己去了 然后反正就感觉很慌但后来发现虽然并不是很好玩就是有点小尴尬 因为我谁都不认识我在这就自己在这站着然后呆着 但是后来就通过这个活动我也认识了很多就现在 呃还算是会有时候一起玩一些朋友啊什么的所以这种有这种机会的活动还是多参加 但是当你真的不想去参加的时候你也不用去勉强自己 比如说上周五吧就是也是有人出去玩然后真的就不想出去玩 我就想在自己房间里待着就那种突然觉得哦我在被窝里待着看个剧啊什么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时候哦那就不去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要懂得去拒绝别人 就如果你不想干啥你就跟别人说哦我不想干就不要说是哦我是不是说不想就对别人不好 然后不nice啊什么的嗯没有就是真的就你不想干啥你就说no 接下来我画个眼线然后最近我画的眼线我特别喜欢往上调 我给你们看我怎么画这个眼线 大概这种感觉然后在眼睛下边我还会用刚刚用的那眼线笔去加重一下 然后我现在再把另外一边的眼睛也去画了 我两边的眼睛大概画好了然后再上一个睫毛膏 睫毛膏就是然后我来说一下我最近在这边在这边的学习状况 就是我发现呃因为我现在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的课 然后跟我高中比起来还不如我高中忙然后作业并不是很多 主要是有很多要读的东西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句真的大学自己的时间会非常的多 所以最主要是自己要安排自己想干什么 然后我主要就是我知道最近欠了大家很多的视频 所以我最近正在努力的去剪这些视频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学习不是很忙也挺好的 就这样我就可以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 我今天要去见的是我的高中同学 然后我三次呢跟他说他晚出门 因为我已经晚了 然后我来上一下阴影 然后这个发刻被我摔了一下 ok他没碎吓死我了 ka就是很有名的这个sculpting powder 我用的是light 然后我最近喜欢在鼻梁这块也上一点阴影 这样会显得鼻头比较翘 大概就是这样的 然后在英国带的唯一一个 带的唯一一个修容就是这个盘 因为你们懂的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然后吧总体来讲就是我其实觉得 就是我能来英国这个机会挺好 虽然刚开始我特别的不开心 觉得错过了好多就是本来我在USC开学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可能也根本不会想到来英国上学 就是根本就不会有这个机会 虽然我一直都特别想来英国旅游 但是上学和旅游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能在这里待这么长段时间 我现在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在这里我能见到很多就是美国啊中国见不到的东西 然后跟我直接去美国上学的话 我没有来这里就是缺少了一段我的这种不同的经历 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个学校 虽然也有亚洲人在亚洲人特别的少 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中国人 就是有那种就是亚洲面孔或者是家长是中国人的学生 但是很多很多人他们他们是在美国长大的 所以他们虽然就是血统是 但他们人他们是美国人 就是因为你的出身你这个人从哪里来不只是说你的出身 而是说你的成长环境 所以严格来说的话 我这里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 应该是我是唯一一个 就是真的就是真中国人 所以这样的话真的就是特别锻炼我的英语能力 因为我在这边除了今天我跟大家录视频 然后可以讲中文 或者我跟之前的朋友打电话我可以讲中文 但是但是我平时干嘛呀什么的 我都必须去讲英文 因为没有人跟我讲中文 所以我还是怎么说挺怀念的吧 就每次讲中文我都超级开心 就感觉之前我每天都可以讲的一个语言 在这里就是居然没有机会可以讲了那种感觉 好高官我们现在用这个WT WT905 我喜欢把它打在鼻梁上 然后另外一个我要用的高官是这个Colourpop 这个盘叫什么 合作盘 然后这里的高官 我觉得超级好看 话说我到英国来我还并没有 除了我买了一个买了几个CT的几个口红 我并没有怎么在这里开始逛化妆品 然后今天我可能会去逛一下 我还是挺激动的 我的化妆品我刻意就没有带很多 因为我想来这边要买新的 盘里头长这样 然后这个是它的高官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 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必须要用手去站 因为它是那种像皮泥质地的 所以说喜欢它的人可能特别喜欢 然后不喜欢的可能会觉得很怪 现在打了就是这个感觉 我觉得还挺自然的 然后粉质特别的细腻 因为它是这种像皮泥的质地 然后再鼻头打一点 就打一点 嘴巴上打一点 OK 现在我只差一个口红 我就完成了 哦不对 我先上一个散粉 NARS的这个散粉 稍微不太好的 最后它特别难取粉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取错了 反正我用这个刷子 我要使劲的去揉它 才能取粉 所以总体来说我在这边就还行啊 就虽然过的不是每天有什么 哇超级兴奋的事情 没有什么 总体来说就没有什么波荡起伏 就很宁静的生活 然后平时还是会 有时候会想家呀 然后有时候会想之前的朋友 但是还好就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就是不像之前是如果你想的话 就真的是见不到 现在你看还有什么微信 然后还可以视频聊天 语音聊天 然后真的特别想的时候 就直接打个电话什么 然后都是可以的 现在整个脸就这个感觉 然后这么看来的话 我的眉毛其实并不是很奇怪 然后我要用的 今天我要用的口红是这个 Burberry的17号 我知道这个好像是 断货了很久的一个4号 然后我也是之前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买到的 所以我今天我第一次用它 我特别的开心 也挺适合我在这边 就是秋天的一个 这种口红 刚好Burberry这种高端的这种感觉 就很符合这种英伦风 我上完了这个口红 我感觉稍微有点太偏暖色调了 所以它这个厚涂的效果并不是很满意 我拿纸擦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还好吧 然后现在准备去换个衣服 马上回来 好了现在我这个人就准备好了 然后准备出发了 嗯 总之呢 就也祝愿其他大学开学的朋友们开学快乐 然后在大学过得更开心吧 嗯 对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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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